台師大昨天在臨時校務會議上 通過了工業教育系的大學部 從一百一十四學年開始停招 不過碩士和博士班保留 有校友是感到很可惜 也有學生擔心說 未來會不會研究所也收掉 校房強調 公教系是華麗轉身 未來招生名額 會對應到科工學院的其他學系 台師大工業教育系成立七十年 培育無數技職老師 更有技高科大校長搖籃之稱 由於原本設立的六個組 已獨立成系 台師大二十號臨時校務會議 通過大學部一百一十四學年停招 碩士博士班人保留 部分校友感到可惜 認為應保留轉型 校方強調 公教系不是消失 師事華麗轉身 隨即詢問科工學院的學生 有學生擔憂 以後大學部收了研究所聲援 從哪來 他主要的聲援 不是來自大學部 那另當別論 那如果說是來自大學部 是不是算慢性的 高職師資一定會有影響 因為像我們電機電子群我是偏冷凍專長的 那像冷凍科老師除了師大之外 還有北科 所以之後可能只剩下北科了 校方表示一百一十四學年大學部停招後 原本每年招收二十七個名額可對應到科工學院其他學系 對接到研究所 而且其中二十五個名額提供給高職生不會變動 公教系大學部停招後 預估仍有一百零八名學生 校方強調學生想原系畢業或轉系不是問題 師陪生培育也持續 整體來看學院發展更好 學生出路更廣 但還是得等教育部核定才算定案 記者林小會莊志成台北報導